好,現在是麥克風在你那一邊 再麻煩你就是開始要注意自己想要表現的部分 那我剛剛想說只是想要... 來,那你先刷出你那個位置 大概就播出來了 好 現在開始了嗎? 我想... 最新的啊 這個...不是 這個是前一趴 再等一下,前一趴 再拉一下 這個 三個人的哪個 他會繼續同一個嗎? 沒有沒有就跳了 好,這個才是正式的 好 好,你收下吧 好,看著正式看這邊 好,開始講吧 嗨,大家好 12345 不過我想說 我剛剛只是想說試一下用那個 GoPro 拍那個 產品,可是我現在想說應該我最後還是會雙機啦 你GoPro產品就是拿著 對,拿著 好,看看這裡的結果 看你能不能接手 它的距離到二十幾公分 才會有膠 十幾公分 你推到底 先推到底 先推到底 好,往上一點點 往上一點 沒有膠了嘛 好,推齁 好 就這邊而已 所以只有這邊 對 那其他的要利用那個軟體的數位功能再去幫他 噢 所以我還是用雙機比較好耶 就是 不會一直 不曉得啊,看你過來 嗯,我們應該用雙機會比較好 就是一個就是固定拍我 像是不用調焦距對不對 然後另外 一個是 就是直接拍我們的產品 所以以後還是會用雙機吧 好啦 好 雙機能不能賣 嗯 還可以分割畫面 好 你繼續試你的聲音齁 123 好 那麥克風給我好了 好 這是沒有 擺在這邊訪問的時候 你拿著 好 Pink 你那個 玩了半年的石頭 有什麼新的感想 我覺得 因為之前我在還沒有接觸這個石頭的時候 都 有一些心情不好的地方 可是自從就是 接觸五花八門的石頭 就發現就是世界很大 萬物很奧妙 所以不要就是 局限在自己的小框框裡面 鑽牛腳尖 就很多東西 是你想不到的 比如說 怎麼可能就是 大自然就可以生出這樣 那麼厲害的顏色的石頭啊 那怎麼可能另外一個人會這樣子想 你就是永遠都不要去預設立場說 對方會怎麼樣 世界會怎麼樣 就是你可能知道的東西就是這麼的少 所以要謙虛 然後 對於人生很多東西 你要去看開一點 然後發生了就發生了 我們就是用不同的心態去面對同一件事 那件事情就會讓你 有不同的想法 就不要一直困在那個黑暗裡面 但我覺得 可能或許是這些寶石的能量 也有給我一點就是幫助吧 就是自己心態轉變 然後再加上這些特別的媒介 讓它更放大你這樣的想法 然後更讓你自己可以獲得很開心 就是重點了 哇真的 這一段話講得非常的好 真的嗎 非常的好 真的嗎 真心的 我就是在聽深夜的節目 在教人 認識人生 其實石頭我個人的看法是 石頭的美是說 你永遠會 看到下一個更美的石頭 它就是不斷的一直發生 不斷的發生 但是人品也要對 人品不對 你看到下一個石頭會更爛 人家有善念 不然你挑不到好石頭 剛剛是鬼扯 主要是在歌風測試 對 剛剛講得非常的好 那男生適合什麼石頭 女生又適合什麼石頭呢 我覺得沒有分男生女生 因為就是有時候 你不知道為什麼 譬如說你看一個水晶洞 你第一眼就覺得 哇它好漂亮 然後你可能看了三四個 就覺得很漂亮 可是那一個第一眼 你很激動的感覺 是騙不了人的 所以我覺得 很能接觸的這種很厲害的天然寶石之後 得到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要相信自己 就是你很多時候 然後你都因為自己茫然 然後就問人家很多意見 最後你會造一個 不是自己的意見去走 那條選擇 或是那條路 最後你還是會很噁玩 為什麼當初不相信自己 所以我覺得石頭也是一個 看直覺的東西 有些人覺得說 欸我是男生 那我就不要戴粉紅色的東西在身上 可是到底是誰跟你說的 如果你第一眼 就對它有那個吸引力 或許它就是你的命定的那個石頭 所以你剛剛說的很好 就是你說好像每個人都會覺得 下一個石頭會更好 那會不會是一個很奇怪的心態 如果你譬如說遇到了一個 如果以戀愛觀來說好了 你遇到這女生 你覺得好像不錯 可是下一個可能更正吧 這會不會就會導致一個 就是一直在尋覓的循環 那也有另外一個可能是 你覺得我這個時候需要的是一個 可以跟我一起度過快樂時光的女子 然後下一個階段呢 你可能希望我需要一個是 比較穩定的愛情 可以好好過生活的 那可能也不是說你是一個花心的人 而是說你每一個階段遇到的 人生的狀況 人生想要的東西 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就是你覺得 這東西適合你就好了 所以沒有說什麼 男生適合什麼 女生適合什麼 而是你適合什麼 你才是世界的中心 你才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就是對於你自己來說 當然不是說要自己為師 就是你是最重要的 說得好 為什麼男生都不能用粉紅色 對啊 你自己主觀定義他幹什麼呢 其實那豐富的色彩 是隨自己喜好 隨自己心情而定的 不要太侷限他 因為男生要活開心 又不是要拿來棒的 對不對 那石頭也學到他的知識 所以跟心情有關係 這是我到第一次聽到 跟這個心情有關係 但是剛剛我一摸到那個石頭 覺得冰冰涼涼的 夏天帶起來特別爽 哈哈哈哈 我沒有這樣 阿扎你知道嗎 他撥一摸冰的東西 那心情隨之 隨之清涼起來了 好了 那麼那個 PING現在又加了LOGO跟字幕 哇好酷喔 然後接下來就是 你們確定要怎麼樣 組裝這個裝備之後 我們再來加那個標價 第一標第二標 隨時都可以在這邊 喔好 所以你的小幫手 可以在旁邊補助字幕之外 順便輔助你的一些圖卡 還有一些過去的一些 拍過的一些 怎麼講 比如說 貨在別人手上 那別人傳照片給你 你就用照片來進行 推廣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可以上字卡那些東西 可以上字卡那些 那字母畫面 你幫大家秀完了 那另外再秀一個 這個畫面幫你秀完 再幫你秀一個子母畫面 好 那你繼續講 那我問你 幾歲的 你認為人 大概幾歲 開始接觸石頭是最好的 我因為我最近 我是也是最近這半年才接觸的 是 所以我覺得或許那就是一個 我覺得這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接觸石頭之後 我覺得是一個 反而是一個在探索自己的過程 就是 以前我們可能都會覺得很自私化 我自己是一個 什麼東西都要列個list的人 我的交友的條件是 他一定要怎樣怎樣怎樣 這其實都是 後天學習來的 譬如說大家一定要覺得 你要找個穩定的對象 幹嘛的 然後你一定要 那個人要高 那個人要 什麼大學畢業措施 對 可是 當我就自己遇到一些人生的轉折 然後 譬如說可以靜靜的看這些 漂亮的石頭之後 就問了自己說 那些東西是真的是我 我本來就想要的嗎 還是說 那都是 就是好像是我可能想要的 所以我覺得 可能時候到了你就會 就會有一種 想要探索自己的感覺 然後有一些石頭 他可能會說 我那個這個是招桃花 或是什麼的 那我覺得 你會去佩戴這樣的東西 其實你在反問自己說 原來我是希望我人緣好的 那其實戴這個東西在手上 就算他沒有這個神力好了 你也會是一個暗示的效果 暗示自己說 對 那我要怎麼樣 可能很開朗的面對每一個人 就算這個人 對你沒有很好 或是什麼的 那有些石頭是主打 健康的 你可能就是戴在手上 或是放在家裡面的時候 你就會告訴自己說 其實我是很健康的 那我就是 那我是不是 三餐啊 要注意一下啊 或什麼 這其實就是 為什麼你會去找這樣的石頭 其實就是你內心有一個 想要的渴望 或是你可能目前缺少了什麼 才會去做這樣的事 那不過確實 有一些靈學的人 或是能量學的人 他會真的說 是有這個功效的 但因為我不是一個比較 我自己不太知道的事情 我不想要去講 所以我只能說 我以心理學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研究心理學 我覺得那至少是一個暗示 或是一個提醒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好事 而且好 就算都沒有這些東西好了 你就覺得這條是 這條手臉 這個飾品 在你身上 你是很喜歡很漂亮的 你就會覺得 你自己心情自然也好 心情好 壓力小 那你的健康也自然會好 或是說 你的 人緣自然也會好 處理一下 有人在 有人要買 我現在沒有開始買 只是在試 有人要你的台 你的台 我的台 我之後 會有一個粉絲團 是王文斌 謝謝你的詢問 就是 是水晶晶小姐 因為是 水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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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晶晶就是泰文的 漂亮的意思 如果沒有去過泰國玩的話 然後加上我是賣水晶類的東西 然後我就希望 大家可以拿到我的產品之後 心情是水晶晶的 然後人生也是水晶晶的 所以就取得這樣子的名字 然後就希望大家覺得我是水晶晶的 哈哈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層面 這個我掛保證 是水晶晶的 對對對 所以 所以 希望以後大家可以 就是跟我 就算不買我的產品 大家聊聊天 我覺得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你拼個可以 我叫你來烘烘啊 什麼 沒有想到 口條還是不錯 沒有啊 我只能講 內心話而已 喇在我 喇在我 要看心情 喇出一般女孩子 有水晶洞 是會喔 欸 問你那個水晶洞 那個生意人買 為什麼特別好 水晶洞 因為它本身就是有聚財的那種能量啊 然後 它會聚集一些好的人氣 對 而且加上可能 就是學五行的人 會知道說 譬如說我命中是缺木 或什麼 你可能要去找那個形狀 去補你每個人的 每個人就是會有缺少的東西啊 可是我覺得還是主要是以 自己 就是 第一眼的直覺 你真的很喜歡就好 不用聽別人說太多的東西 就是相信自己 我覺得 玩這個 水晶這件事情 是讓我學到 一定要相信自己 這件事情 最重要 招財 你看GoPro在拍的時候 你這個地方就是 將來就這邊 塵射一些櫃子 水晶洞之類的展示 那正面的話 直接就是用手拿的可能性也很高 就直接在這邊做展示 是OK的 那這是一機的做法 那兩機的做法 一開始就有了 好你們再回去評估 看要補些什麼東西 好 謝謝你 陳宣盒 謝謝 陳宣盒 謝謝 那我們這次在做那個 效果的測試 因為 畢竟這樣的推廣 不是每一個朋友都願意讓我們做這樣子的測試 那剛好這個 Pink小姐呢 也放得開 那其實進來就是一直嘻嘻哈哈的 然後完成整個這個學習的過程 好像臉書斷掉嗎 那個我這支手機很棒 他自己會退出去 哈哈哈哈 好差喔 好 他是沒斷 但是他就自己 播一播他就可以把你踢出去 現在31個人 嗨 30位朋友 平安齊了 哈哈哈哈 希望就是說這個 這個直播 黑廣的過程當中 我們先來聊一聊 為什麼橫的播跟直的播 但是我不能聊得太入骨 都是朋友 嗯 我比較喜歡橫的播 就是我們叫做向成功者學習 嗯 那好像試試看來賓跟 我不是在虧妹齁 我是在那個工作 我是在工作 然後我們現在找出一個角度來齁 然後讓兩個人都同時能夠錄計 然後同時又能夠看到畫面 的一個雙人模式 那雙人模式現在還要再進行雙人收音齁 同時進行 那讓他也能夠進行減看的一個做法 那你們在線上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一個作業情形 嗨 哈哈 這樣好得漂亮 電在永吉路那邊 我們大概八月中會開 開實體電 但是 八月七號就會正式在線上跟大家打招呼 哈哈 看到這個裝備 先讓你了解一下整個配置 就是一個GoPro 加上了這支手機跟擷取卡 那麼就可以幫你做 上字幕Logo 還有收音處理的一個相關方案 那我們這樣弄完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繼續檢查 進行檢查 現在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 把這個手機的畫面投放到大螢幕去 讓你的工作人員跟小技術 小幫手 還有就是 主持人都可以看到大螢幕上的自己 這是一個用法 那這個用法就是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 你就是 跟工作人員呢 做的是一樣同一方向 工作人員這邊沒有穿幫 在這邊操作 現在就模擬兩個人 模擬兩個人的位置 大概你就是喬好之後呢 我們用兩個人的模式下 來進行 你看現在的直播那麼久了 我的GoPro會不會發燙 我看一下 摸看 還是有 有一點點 溫的啦 大概就是 尿尿出來的那個溫度 三十幾度 不會燙 但是如果在戶外就會容易燙 因為現在是有空調的 嗯 好現在妹妹拿一支麥克風 你們回去就驗證這支麥克風 聽起來兩個人在使用上的效果 是不是合理 好 那 你認為長輩用 調哪一類的石頭 特別適合長輩 長輩喔 長輩好像比較喜歡金光閃閃的 不知道為什麼長輩就很喜歡發財 好像可能每個人都很喜歡發財 太金啦 太金我覺得 就是那個 太金就是 水晶體裡面有很多的金色的髮絲啊 然後夠密之後就會變成很貴很貴 高等級的太金的 可以看手環或是手拍之類的 大家喜歡什麼樣的樣式 主要是 呃 那看起來很貴氣 所以長輩應該會喜歡 對 呃 你太出去了齁 我太出去了齁 好 那這樣的構圖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遇到有來賓的時候 那再彼此講 手環拿出來 接一條出來 好 來賓 在聊 因為我跟你講 請問不要長時間一個人播 哦 長時間一個人播 播到最後呢 你會每況愈下 就像我一樣 很乾是不是 很乾 我是不怕乾 但是我有時候會講的 就是會越玩越誇張 後來就會變成就是說會卡住 嗯 那如果兩個人播的時候 互相拉 拉比賽的那個題材 會比較多一些 哦 那個人也比較喜歡看 兩個人講來講去 嗯 那這樣子的做法 你就是偶爾一個人 偶爾找來賓 偶爾一個人 那這樣有層次的一個 互相交互的一個操作 嗯 你的內容可以做的很久 那再來就是 呃 不要不要去 盡量是在產品的作業上 用價值去溝通 而不是破價破價 破盤破盤 讓大家覺得 越走越回去 對啊 那是希望大家這方面 能夠互相交流一下 那妹妹你要改什麼 現在厲害的是一支手機 你看 我一支手機直播 我可以上字幕上LOBO 還可以同時看到那個 來賓的那個留言 嗯 但是如果是別種品牌的作業呢 你必須要再拿一支手機 在這邊監看 嗯 別種的 別種牌的作業 就是你剛講的那個 你們要用 如果用 我們不要講牌子 就你那支手機 嗯嗯 他也可以接GoPro 那花一萬零五百 但是沒有 沒有辦法看到留言 留言就必須要準備另外一支手機 嗯嗯 這個顏色我喜歡 這個顏色 你看你的皮膚 我沒有刻意調 我只是把 把磨砂放上去而已 嗯 你看有沒有皮膚有平 嗯 有 這個 你覺得有美肌嗎 有欸 我覺得沒有欸 因為它本來就很美了 沒有 真的有 哈哈哈 真的假的啦 你看是有美肌嗎 我 我看是沒有 因為我還是一樣醜啊 沒有啊 你還蠻帥的啊 我還是一樣蒼老啊 那麥克風的聲音 幫你試到這裡了 光線就是這一支了 那配著這一支叫方燈 是有效的讓這個光線呢 能夠 比較均勻 嗯 那這個燈呢 我們刻意幫你打 比較 低色溫 是因為你實在太白了 這真的會給它扒下去 哦我都太黑了 你看到它講這句話的時候 你就發現你是非洲來的 那那個棒棒燈呢 它是擴散 哦 那三種燈的特性都不太一樣 那效果上來講 那邊打幾張照片好不好 再讓我們拍一下 就我們拍好不好 哦 好啊 那只有我今天沒有畫眼睛 那你很醜 哈哈 你千萬不要再講這種話 我現在真的沒畫眼睛 你這樣在醜鏡上沒有人可以看 真的假的 遮住一下 不要啦 這好看好看好看 當然 你用手拍那邊的照片 還有那邊打一下 手機 我先拍這裡 你那邊先拍也可以啊 多打幾張看一下 陳軒和 陳軒和你還在嗎 陰謠Q 這次我們很少遇到這個 這麼撐相機的小妹妹 硬要 你撐相機撐得很漂亮 撐相機是什麼意思 撐相機就是說 相機跟人的對應 它拍的沒有出那種特色來 就是很普通 那相機就撐不起這個畫面 那你的皮膚跟你的外型 現在在撐這次相機的時候 有把那個亮點撐出來 就是它的皮膚細節 頭髮細節 還有就是 膚 嘴唇 嘴唇 嘴唇就真的很漂亮 哈哈哈哈 應該是有美肌吧 嗨 Ted 嗨 中央 有認識的喔 沒有 Ted我不認識 哈哈哈哈 嗨 嗨我想存心買攝影器材了 是 Ted 我們這邊的器材呢 是量身定做 針對您的需要呢 下去量身定做 這裡不會賣你不該用的東西唷 我們只會做出口碑來 不會砸自己的腳 我的水晶也是 哈哈哈哈 要做長做久啦 要錄一下6K 我待會兒 錄6K了 6K也太高畫質了 我要哭了 6K 非常謝謝PINK 今天能夠來這邊看器材 那順便做測試 這樣的測試其實最實際啦 不會花願望錢買錯東西 如果你沒有這方面的資訊 或者這樣的工作團隊 你就是一直買 不能用 再買 又不能用 當然 你買了 不見得你會用出這樣的效果 能夠調成這樣子 是有一點點技巧的 因為剛剛 把它拍得跟魚蛋一樣 魚蛋 因為魚眼的關係 沒有本身臉也是蠻圓的 不過這個效果我調的就還好 我把它調完之後就發現這個 這個顏色不會太誇張 濃也夠濃 然後色彩也夠好 感覺GoPro把拍出來的畫質 那麼高興還可以買來玩東東 是的 可以的 6K 那GoPro拿來直播呢 要上字幕上Logo 必須經過的T50手機 跟J5節錫卡 節錫卡不是林申北路那一個 節錫卡是指擷取吸電卡 它可以幫這個卡擷取下來 同時送電給手機 甚至為節錫卡 你要長期時間直播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方案 只要9990元 就有了手機 就有了卡 哦 這樣別人都來做生意了 可以考慮 對啊 那你還要用手機 沒有上字幕 也沒有上Logo 讓人家覺得像在打郵寄照 真的耶 我覺得上Logo蠻好的 質感蠻好的 人家覺得你有投資 對啊 而且有要做長久 哦 所以你Logo設計一下 字標在下 你看攝影是一種用光的藝術 嗯 嗯 那下面那兩個字 把錢用光 哈哈 對啊攝影就是這樣 攝影就是個坑啊 但是呢 如果你的男人你的男朋友 願意玩攝影 我告訴你 終於去玩小山好 真的 而且還可以拍出美照 多棒 而且 還拿來賺錢 那 所以當男朋友 或者是老公啊 想要玩攝影的時候 你千萬記得 全力的支持 哦 因為 玩攝影的人呢 通常就窮了 哈哈哈哈 很好 很好的切入點 不是 玩到窮了 怎麼去找小山呢 哦 是不是 連外面交女朋友 請示範都沒轍了 真的 這是個陷阱嘛 可是這樣會比較愛攝影機 比較不愛老婆 總比去愛小山好不好 這個邏輯不通常 不通不通 反正就是說我們發現一點就是說 不管大人小孩 進入了這樣的影像世界 不管是拍照錄影拍片直播 這些東西都讓他及早參與 尤其小孩子 及早讓他練口條 讓他介紹家人 讓他介紹玩具 從小練 我告訴你 嗯 真的會很有前途 有一本書叫做90%的人 說實在不會表達 所以說 就是 很多你大家的那個 就是能力都差不多的話 如果你不會說出自己的故事的話 就會有點吃虧 很扣分 對 不是吃虧扣分 對 縱使你有滿 學富5G 滿腦子的這個創意 對 不會表達等於 沒有 對 沒有亮點的形象 也只是在 社會當中的人才 市場當中 是一個 被掩蓋的一個角色 嗯 所以要亮點 要出色 還是要有 百分之九十人 所不具備的口條 嗯 好 那今天測試完畢了 最後要問什麼 我們要下來囉 欸 主播好美 你看你看 是不是 只有我一個人講嗎 對 只有一個人講 只有一個人講 我又挖了坑給他跳 沒關係啦 我是靠內涵的 是是是 哈哈 早上不走 言直入行 我們走這個 智慧打線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的GoPro結束 接下來最後把這個畫面 再調一次給你看 子母畫面 就是 這邊GoPro變產品 嗯 我把它蓋住 嗯 然後呢 GoPro是產品 GoPro是產品 然後手機是主播的臉 然後分割 或是 這部分割叫做Picture in Picture Picture in Picture 就是畫中畫 喔有什麼差別啊 看起來很像是 很像是分割啊 有什麼差別 這是畫中畫 那因為剛剛我們 因為是在拍很暗的地方 嗯 那我刻意把手機這邊 調的很亮 嗯 因為它剛剛太暗了 嗯 所以我們手機的部分呢 調了太多的東西 那我們就把它的EV給退下 好 這叫做EV 嗯 嗯 嗨 蘇貞 你好 我眼睛看不太到齁 原諒我稍等 是調光圈嗎 我現在是要把它 這個光圈 它這手機是不能調光圈 手機能調的是 是一個東西叫做 啊 啊 就調正常了齁 現在調正常了 嗯嗯 老花眼齁 看不太到 就會 找不到那個位置 這樣就調好了 好 各位看一下它總共三個鏡頭 一個是GoPro是背景那個某畫面 那再來這是手機的畫面 那我們手機的畫面 又分為前鏡頭跟後鏡頭兩個地方 那就看你要怎麼調整 你可以把產品設在這個位置 嗯 設在這個位置 然後也可以把產品設在螢幕前面的位置 嗯 一個鏡頭兩個鏡頭 三個鏡頭結束今天的直播 好 那這些直播作業呢 我們通常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點一下曝光把它做一下調整 嗯 就會正常了 曝光稍微做一下調整 它就正常了 它點亮的地方它就暗點 暗的地方它就亮 亮的地方暗點 它會相反 那你如果說討厭這種狀況下 就是麻煩你全部改用全手動 這邊全手動改下去之後 它就可以固定下來 就比較不會像那個手機齁 都會自己對焦來對焦去 跑來跑去 嗯 剛剛又跑掉了齁 那就是要記得這個習慣 那以上呢 那以上呢就是整個作業的一個縮門 把植物畫面關掉 一號機 你那個朋友有在線上嗎 沒有 那只能回去檢查自己判定 好 今天謝謝PINK 謝謝 謝謝大家 這邊呢第一次這樣的一個測試呢 也希望給大家能夠有更生利其境的這個 應用的那個感受 讓你比較好學啦 再進來你都一直粗狂 一直粗狂 那這樣子看得懂嗎 還要回去研究一下 好 看得懂 應該 我是那個 器材的笨蛋 所以 山西白空 對 山西白空 好 這主播真美 謝謝 宣和 有沒有 等你了 等你了 宣和 我們GAMMAN在哪裡啊 我們在永吉路189號 好 去給他 用新台幣下架 漂亮漂亮漂亮 好 掰掰 拜拜 好可惡